我們開放Call-in 第一位是台中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你好 你好陳先生 你好 我是你們的宗室觀眾 我今天晚上打開電視 我看到這個夢想家要調閱這個資料被封殺 那我就會想到像之前這個油店漲價還是美牛職業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國民黨立委他們都是會封殺 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懷疑說 這些組黨的國民黨立委他們是不是都有從裡面拿到回扣 還有就是說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我想要去參加這個遊行 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邊查這個資訊可以跟你們請教一下嗎 到我們那邊都有 到我們直接服務處去報導 台中的地方 上網可以去哪邊查 到我的服務處 復興路二段30號 上民進黨的網站就有了 好 謝謝 謝謝 陳先生謝謝 來 左營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你好 我講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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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枕頭鮭比較高,鮮好鮮 他不叫馬英九,想到枕頭鮭比較高,鮮好鮮 陳先生,章話鄭先生,你好,鄭先生 你好,鄭先生,你好 你好,鄭先生,你好 我跟你說,大家好 我現在是我們大中華館 我們是很辛苦 為什麼我做這兩年做的兵很辛苦 還有一句話,我現在跟你說 我們要跟台灣一起團結,不能夠求台獨的體育 還有一句話,大家身體各國 我告訴你給我聽 我們阿兵怎麼不可以放 有的說,你怎麼不可以求阿兵 他不希望你負責比較回答 大家身體跟健康 讓你怎麼受過體 對國家負責 我自己很感謝 還有一句話,我們是台南 我都要三年兵,很辛苦 好,鄭先生,謝謝 台北的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邱小姐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剛剛說他們在調閱這個資料 是調不到的 你說不合理就是會有鬼,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一個鬼錄影帶的故事 我上週一在那個巴德路上 大賣場的中輪店 被他們那個機械的那個大拖車撞傷 然後他有被動式的帶我去醫院急診 在急診室的時候我們就提到說 你那個錄影帶要不要提供給我 他說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會保留兩到三個月 好,過幾天 他打電話跟我講的時候 就有說 我有看到錄影帶的啦 是我們賣場的錯 再過第三次的時候 你在跟他提到錄影帶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請示 上頭長官核准 第四次的時候更神奇的 他說不好意思看錯了 主角不是你啊,性有其人 你被撞的那個地方 沒有拍啊,沒拍到 你看看,這同一個時間 當天那個賣場出了兩件意外事故 我不知道他這樣的說法合理嗎 這個監視錄影帶是警方的嗎 不是,就是賣場的啊 他不提供,他現在不提供 他說沒有啦 在台北市巴德路上 對,巴德路那個大賣場 中輪店 我知道 合理嗎 不合理 了解,了解 就是這樣子 小姐,謝謝 來,高雄的謝小姐 謝小姐你好,謝小姐 喂,你好,大家好 我有兩點想要說 第一點就是我們高雄的煉油廠 前天不是發生火爆 結果警察員進不去 被罰一百萬 對 包含那個 爆炸事件一百萬 那這兩百萬其實最後還是全民買單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中油很不應該的地方 因為最後還是全民買單嘛 那第二點我是很希望呼籲大家不要再叫我們總統 買贏狗 因為我自己也是養狗的人 我的狗是多麼忠心的護衛著主人 可是我們的總統並沒有護衛著這個國家的家 所以我覺得 牠不配叫做買贏狗 那牠不配就是台灣島的狗 所以請大家 請不要再叫這個人買贏狗了 好,就是這樣 那謝小姐,我們應該怎麼稱呼牠 稱呼總統 這我就很難回答 因為我真的覺得連我家的狗 牠都比不上 因為狗是很愛護主人 而且我們傳統對於狗是一個很 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尊重主人的寵物 很愛護主人的寵物 很守家的 收一個雞 怎麼說一個總統 收一個國家一個雞 不然我們裡面 我們算是牠的家人 可是我們並沒有受到牠的保護 那牠怎麼配身為買贏狗呢 這是我的看法 好,謝謝,謝謝小姐 來,花蓮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你好 你好,黃先生 我們都知道 總統有綠卡給人家懷疑 對吧 對 所以產生這個美牛事件 對吧 你覺得油電雙漲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大家跟牠說到這樣 牠都不去查 是 你是覺得 牠會給人家懷疑 牠這個後面是不是 這個錢是不是 牠給牠用 對吧 你讓人家覺得 我們現在八成都要跟牠說 牠都不去聽 牠都不去聽 也不去路 是 所以我感覺你們家 有這個 民意代表 牠都不用說那麼多 就是要把勁 嗯 想辦法 把那些比較有可能的 把勁成功的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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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區域的立委 把勁 是 盡量把勁 就是都 整天都要練這個勁的事情 這一定這樣下去 把這個事情 是 蓋館這樣 好 謝謝 來台南的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梁先生 請說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說台語 好 我又覺得 我們這個 馬英九總統 要是投了 想過了 啊 啊 不久 我們去選一個 最快戰的好賣 沒有辦法 還沒騎 太累了 我是覺得說 啊 大家先拜 齁 來一趟 盡量說 做那個 那個 不公不義的 大事 都給我出來 嗯 啊 這我就送我 梁先生 謝謝 張華衛先生 衛先生 你好 衛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本身在做職務 是 我覺得大家 都五歲 馬英九總統 他真的 很偉大 那時候 甘水町 做總統 多少 兒子為主要支持 還不支持 剛才完結 哈 兄弟的政治 他很大 紅 沒有本房 人家馬英九就是 八天命人 他這樣一間承擔 你看 馬英都 15% 這個總統 一多偉大 現在是 標籍85% 2000萬人 一瓶孔出氣 現在都不會完結 社會計 很和諧 對 很偉大 你們還可以 比我上 還可以說到 這個王衛先生 講那個什麼批話 怎麼好可憐 這多麼有性感的眼袋 亂丟臉在出口 講那個什麼批話 我在這裡呼籲馬總統 你救死了 如果是移民建財院長 可以拿名照給我 最重要是我在講話 怎麼可以批評英俊瀟灑的 英明弱智的馬總統可憐 一人講話不能講話 感謝各位 謝謝魏先生 真的 後來發現眼袋還蠻性感的 同意不錯 你也可以批評 總統樂文好性感 總統禿頭也好性感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